这里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面荣誉墙 上面记载了新南威尔士大学在太阳能领域所取得的世界领先成果 今天我们将在这对话该校太阳能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被誉为澳大利亚光伏之父的马丁格林教授 我们见到格林时他刚从莫斯科领回全球能源奖 该奖项旨在表彰科学家在全球能源领域科研创新方面的突出贡献 而格林是澳大利亚的首位获奖者 三十几年来格林带领的团队是最高效硅太阳能电池技术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1983年我们有了第一个世界纪录 我们是第一个世界纪录制成为18%的效益 35年之后我们有了31年之后 每次你认识你有了一个新世界纪录 这是一个非常感兴趣的一刻 所以我们会开了一瓶的啤酒 然后我们会有很高兴趣的团队 但这也保持着你很高兴趣 马丁格林被誉为光伏之父 这个称号源于他在学科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 他所在的光伏和可再生能源工程系 现有员工200余名 博士生超过100位 格林本人培养出了众多科研人才 其中不乏优秀的中国留学生 可能是为何我叫做的 父母的氧化是为了 我认识很多人的 人们在继续建立了一个影响 在建立的工程中 所以我曾经过70 PhD的学生 有些人最成功的成为中国的学生 很多人都回到中国的发展工程中 我们称为Zeng Rong Shi 1988年施仲荣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 是从马丁格林 并在1991年以出色的多金龟薄膜太阳电池技术 获得博士学位 此后施仲荣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太阳能工厂 2005年施仲荣创立的上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当他设计了Zeng Rong 邓仲荣邀请了我和我妻子去设计节目 我们跟邓仲荣邀上去设计 帐仲荣邀带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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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林是198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 他说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他30多年来和中国科研交流的不解之缘 当 Deng Xiaoping in 1978 made a very famous announcement that he was going to open up China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at involved sending researchers to visit laboratori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so we actually had a Chinese visitor in 1981 I think he invited me back to Wuhan to visit his university which aspect of China fascinates you most during these years? I guess it's just been the transformation China's changed a lot since 1984 so it's been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change so I've seen the old China that many modern Chinese would not have seen so I feel privileged to have seen the transition 2008 there are about four dollars a watt and then now it's 25 cents a watt 25 cents it's 16 times cheaper than what it was 中澳在光复太阳能领域的合作 已经走过了三十几年 格林对今后两国的合作也充满信心和期待 中国的工程师和科技师 在中国的工程中的工程中 有了一个大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n China so that we look forward to my long-term future collaboration in that area and in fact we have various agreements with different universities and other research institutes in China and companies 格林见证了中国光复产业的发展 他认为中国在该领域的全球性变革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生产国 而在中国的光复行业里 很多杰出贡献者都曾师从马丁格林 格林希望太阳能在澳大利亚 中国乃至全世界得到更广泛更高效的应用 成功能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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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